中国大陆金爆史上最大网络用户资料泄漏事件 多家网络公司客户注册账号疑似遭骇客窃取 并在网上散发 估计有超过5000万用户受影响 广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天赋厅长昨天说 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 广东的外向型企业预测明年的形势不乐观 为了与企业共度时间 省政府可能延后明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时间 由大陆中国网财经和百度新闻合作推出的 今年大陆十大新闻语录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高居帮手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是大陆铁道部发言人王永平 在723温州动车坠状事故发生后说的 王永平因此成为人人喊打的焦点新闻人物 台资制造业订单大幅缩减 南通台协会长刘景芳表示 原本电子业渴望在明年6月迎来春天 但现在大环境惨淡 恐怕至少要等到年底才可能出现转机 他预估尚未加紧转型升级的企业 恐怕在明年迎来一波倒闭潮 新唐亚海电视整理报道